问卷结果所以问卷结果刚刚是用那个Google的表单功能 然后有把各位的问卷全部 就统计完了所以这边的话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有65.5%的是进阶 所以一年一届比一届程度越来越好 另外有一位同学是比较高阶的 所以基本上当然比起来高阶的同学可能会不会觉得太简单了 如果你觉得太简单还有很多其他类型你可以先做 那如果你选了入门的话可能要点心理准备 要花的比别人还多时间尤其是 预习的时间或者是复习的时间也可能要多一些些 那我大概会以进阶程度 这个range 当成是我们上课的中间值 再来的话上课希望拿问为主 那最多人是选高阶 函数的进阶应用 那有一些函数 你可能没用过但是 不代表他不存在 可能是因为你刚好不知道 那使用函数并不是十倍 而是你要知道使用的方法 即便你完全没用过 但是你其实看 他那个有一个固定的方法你也大概知道怎么用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举大概五大类最常用的函数 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没用到的 那我们也许把它带一下 那如果你可能看 最好是每一个每一个都把它用一下 也许你 不见得马上用得上 但是至少你知道有这个函数 将来哪一天刚好你工作里面会需要你就可以把它拿用 另外有一些是 里面真的也没有的话 那你就需要用VBA来制定 那只是说VBA要怎么制定 那我们会跟Excel之前的使用经验是可以衔接的 也就是不是突然 突然变一个东西出来 那你又要重新学习 不用你可能就是 在同样逻辑下 有没有办法利用VBA提高工作效率 有些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制定出来 那个函数之后的话 一个罗布会跟T&T 按个 确定 也许 结果就完成了 或者是另外还可以参加按钮按下去 自动就一键就完成很多事情 那VBA大概就是 不外乎就制定函数了 那不外乎就是旁边做按钮 那这两者 就是VBA的主要的那个行事 那要怎么做 待会我们会跟各位做说明 再来跟表单有关系 这个也许后面我们有一些部分 会谈到 快速的制作表单 可以让使用者做输入 那输入的话 当然里面 要怎么样 设计表单最快 流程 然后呢里面有哪些细节要注意的 那我都会透过范例跟各位做说明 然后 其他的话还有 工作表 那当然基本上我们会从一个工作表变成多个工作表 不过呢还是按部就班 可能刚开始是单一个 慢慢延伸出去就多个工作表 比如说你其他工作表那你要怎么去做一些 跨工作表的应用 那难度大概相对比单格来得多了 那不过这也是趋势 那其他还有像哪一些这可能比较多了 工作部 工作部可能 又是工作表的延伸 那这部分难度大概相对的比较高 那这我看有没有机会讲到 其他跟资料库有关 那资料库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以那个把Excel当资料库来用 所以里面有很多地方 实际上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其实 慢慢已经不再用 SS 为什么因为Excel 基本上满如大部分的需求 所以 如果你把Excel当资料库来使用 那有没有什么一些 注意事项 那比如说查询资料 像最后的单元有一个检视率参照 你可以类似 用 跟 资料库类似的概念 来使用Excel OK 那大概是这样的 那再来的话 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大部分都是目前工作上有 急迫性 对 因为如果你不会的话 可能 也许你工作 就没办法 效率提高 没办法早点下班 其实相差还蛮大的 我发现很多同学会跟不会 那种心情就是不一样 OK好 大概知道 他目前的情况 急迫性很高 其次就是单纯对 BBA有兴趣 想要学一点新的 其他的话呢 就是一些新的 OK 另外的话因为身边同事都学了 我发现蛮多人是因为同事来学 那换一批换一批 而且好像很多其实也都是公司 有补助 或者甚至公司 帮你出学费的 也是蛮多的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下载那个我们的 这个 练习档 不过你们看到的画面应该长得像这样 那主要是因为我这边有切 那个 他的状态 我的习惯还是切这样的 清单会比较清楚 因为里面的话有一些如果太短的这边后面都被 遮住了 那还有就是我有登录我的账号 所以会看到结果不太一样 第1个就泛利档下载 再来讲一部分 接下来以后 比较新的内容我会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另外还有云端白板上面 假设你担心说 你有一些城市打的过程当中 打太慢 或者打错的话 那没有关系 云端上有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找到你需要的城市 可以怎么样呢 有没有 这边都是可以复制贴上的 OK所以你如果担心你打错 不用 紧张 云端上都有 你就Ctrl C Ctrl V 所以最后结业学的最好的就是Ctrl C Ctrl V OK 那当然也无妨 反正你工作做得出来 会用比较重要吧 为什么一定要学那么痛苦 对不对 学得轻松 学得快乐 而且马上有成就感是最棒的 所以这也是我这个课程的好处 不要有压力 要很轻松的学习 因为很多人 主要就是你很轻松来 然后听听听 听不懂没关系回去再听 甚至有空的时候耳机带 对不对 只要能够连上网路嘛 你就可以反复听嘛 听千遍也不厌倦嘛 最后 闭着眼睛都会了 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 OK 所以慢慢你会 对这个很重要 所以自然而然 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这门课大概的 内容大概就分五大类 剩下有时间就是讲综合练习 所以你们练习的里面看到有五个资料夹 加其他练习 那因为我们只有八次上课 时间真的还蛮 短的 所以要很 深入的讲有时候 还没有办法 所以 有些地方会点到位 分配时间大概 就大概两次 两次 一次 两次 大概就没有 一次 大概就是 时间那一周一周吧 这顶多是两周两周 所以 也许我们总共八周 那我们之前上课大概都这样 两周两周一周 大概就五周了 五周这个大概就一周 这个大概就两周 那剩下就没时间了 不过我们可能也许加快一点速度啦 所以我一直 很想说是把那个时速再拉长一点点 不然八周实在是上的 会有一点 太赶了 我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另外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 如果你要找我 Google 吴老师 就可以找到了 前两个前三个都我的 第一个就我的部落格 我部落格有上千篇的部落 就教学的文章 因为以前习惯会分享一些东西 整理一些东西 第二个是我的 那个YouTube的 频道 那频道关注也非常高了 上面其实 放了 十年 十几年来的影片 从YouTube2006年开始 上线我就已经使用YouTube 我其实用YouTube还蛮久了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YouTube 也会那个每个月会寄钱给我 所以我也算是YouTuber 只是没有像那个小玉赚那么多而已 那个小玉 今年应该赚至少超过500万有吧 有一个 大学还没毕业的年轻人 他就是拍一些搞笑影片 不只搞笑开箱 一年就可以 赚超过500万 靠什么靠YouTube OK 应该有看过这个新闻吧 好像前一个礼拜的新闻 那还有呢我在 Google什么Google App开发教学 我大概排第二个吧 因为我不只是教Excel VBA 我还有教一些其他的城市 所以 上个礼拜也在我们学校那个App的 这个 比赛 我也担任评审工作 OK 另外的话呢 我开这方面课程 经验应该非常丰富 太多了 已经 这个已经 OK 大家看一下 还有我的相关经验 我除了在学校有教书之外 其实最早就是 担任工程师 超过20年的时间 不是 20年前 不是现在还在担任工程师 就是经验写程师超过20年 另外还有创业经验 担任执行长工作也有5年的时间 然后后来慢慢的也许 现在主要还是以教学 跟咨询 为主了 OK 好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在原则大学有开设一些跟App 云端 或者 VBA大数据分析等等课程 所以那个TVBS有采访我 这是画面剪辑 因为那个在 自然工业经验有开课 然后教了一段时间 他们也颁了一个奖给我 叫卓越贡献教师 然后呢 经典在文化大学推广部 他也颁了一个趋势先锋奖给我 然后 我的证照超过30张 另外我的观看次数YouTube超过500万次 而且这只是频道一 我有超过 5个以上的频道 订阅人数目前大概18000人 以教学频道来看 应该还算是蛮多的 所以我也很乐于分享我的一些像YouTube影片 但是呢YouTube上面的影片呢 不像上课这么完整 而且 可能你也只能看到片段 就是一段 你要 很多人就是一直问说 下一段在哪里 你自己找你来上课就好了嘛 不然你一直问说 资料在哪或者 因为有些东西在YouTube上面 他不可能说全部都放上去嘛 让你都知道 那你还来上课吗 不过其实我不是在乎这个啦 我是觉得 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来了 会感觉会比较对啦 好那另外的话 每个月他都有 付业费用给我 至于付多少 我想这个 不是很重要啦 OK 那另外的话呢 当然 我也是那个 郑兆的专家咨询会议的那个 直接担任他们的委员 OK好那他来介绍一下啦 反正 就是一些 丰功伟业 锦上添花 再来的话呢 参考书目 我是建议啦 书 带在坊间隔壁 重新的上面 天龙书局都有卖 可是有些人买回去 至少就是补足 你理论上都不足啦 需不需要 我觉得看个人 那最重要还是做出来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再补足 那尤其是Exale 刚刚同学最需要高阶相关的函数 那这本书其实还蛮推荐的 因为这本书里面有468个范例 如果你可以把这四 他把它分成九大类 把468个九大类函数全部做完的话 我相信 你应该 不过大部分同学买回去之后 发现真的美丽都很难 做个几题就做不下去了 因为真的不过 那我有一些题目也是拿这本书的题目来解 那但是我发现那一本书的 好处就是说题目多了 缺点他解题的方式不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宁可我用我自己的逻辑来解 OK另外第2个他里面没有VBA 他就只有纯粹是函数的解答 那我会延伸 比如他的题目啦 没有VBA没关系 我自己来把他的VBA部分 再延伸出去 如果同样逻辑 那我用VBA怎么解决 有没有更快 当然更快啊 快很多 OK所以你马上一比较之后 如果你会用VBA的话 以后你再也回不去了 你可能就不会再用那种以前的方法 为什么因为快太多了吗 OK 那 再来的话有关VBA 不过VBA可能需要一些理论支持 有些里面可能什么什么 一些相关理论 那我是建议啊 如果你手边没有一些 参考书目的 参考书的话 也许你回去可以看一下 像 这两本 比较简单的 那也许你可以 呃 斟酌的买啦 那如果你 你觉得上课就够了 那也许你可以先听听 那回去不够的话再看 那这三本是进阶书啦 等于是我们 这些上完之后 如果想要跟什么 跟 资料库连接 或者是一些更进阶的用法 那这些书籍 那也可以比较 再延伸性的 学习 好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接着 进入我们的课程主题 那我们会按部就班 你说只有五大类吗 当然不止啦 不过因为你说分那么细 其实也没什么意义 主要是了解 函数的使用方法 然后呢 再来就是解决方式怎么样更快 才能够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方法很多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 第一个呢 开启这个文字语字 资料函数 那所以呢 待会 第一个 先把 范例档解压说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呢 打开文字语字 资料函数的范例 那这边有很多练习题 那我们就 找第1个 文字语资料函数的 这个范例题 那我会希望 比如说这一题 是某电信公司 之前内训的 题目 因为他们客服人员 如果不会做出这个结果的话 他应该没办法下班了 因为他们每一次都几万笔资料 那如果说我的需求是这样子 后面有F 到H栏 这三栏 对不对 我希望最后的结果是长得像什么 长得像 这上面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 结构 所以呢 他大概就叫09开头 所以这边会需要用M的符号 串接 09 11 然后一个减的符号 84因为要3嘛 所以你要补一个零 7要补两个零 OK 大家逻辑知道了 那只是说要怎么做出这样的结果最快 当然不是土法链钢啦 土法链钢用看的 天哪 这怎么做得完 所以呢 我们会 希望找出最简单的方法 哪个方法最简单 你想说旁边如果有个按钮 按下去 自动全部跑完 最快 不过当然这个是后面会讲 这是VBA 那或者是插入函数有一个函数 叫手机函数 那你给他三个资料他就给你结果 这样也最快有这个函数存在吗 应该没有啦 可是你可以把它变出来 所以刚刚讲的这 第二个也是VBA 那当然在讲这两个VBA之前 我们还是先了解 里面有没有什么函数 可以解决 因为后面两个 刚刚讲的那两个 可能还是需要把层次写 出来 还是难度比较高 那里面当然我们会需要 REPEC加LEN 这两个函数那你想REPEAT repeat什么呢 几个零 因为你前面要补几个零 那LEN跟什么关系呢 跟他里面有几个字 如果他有两个字 那因为他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你可以用三 去减掉什么 LEN他里面几个字 里面如果两个字 那就补一个字 REPEAT了一个字 那就是意识就补一个零在前面 再去串他原来的字 不就OK了吗 对不对 这是方法一 可是你想说 这个感觉好像 要做很多事 要了解REPE加LEN 那有没有更简单的函数 有 那怎么做 也许这可以找找看 所以我们会利用哪些函数呢 第一个REPEAT 所以请各位先切到REPEAT 如果你对这个函数不熟的话 你可以先按插入函数 那里面的话 请你切到文字类的 文字类里面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这每一个每一个函数 都有他的意义 不过有一些可能 你完全没用到 像AS C 没用到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把那个全形字转半形 有没有 转半形 早期可能有啦 早期DOS底下有很多的全形字 你需要把它转半形 另外Big 5刚好颠倒 把 半形字转全形 那你全形转半形 不然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如果你希望知道你儲存格里面有几个中文字的话 那你就可以转来转去你就知道了 因为转来转去过程当中英文跟数字 不会影响 但是中文字不会影响因为他本来就全形嘛 他转半形 他还是全形 那你 所以会影响的就英文跟数字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儲存格里面有几个中文字的话 那你就转来转去不就好了 相差几个字 那就知道了 那转完之后再算他的长度 算长度 你会发现用什么 用里面有一个什么LEN 不过特别注意 底下有个LEN B 这什么差别呢 他跟你讲说 LEN是算几个字 英文跟 数字跟中文都算一个字 但是如果LEN B的话 英文跟数字都算一个 但是 中文算两个 两个by车 所以那个B指的是by车 OK 所以如果你要算那个一个儲存格里面有几个中文字 反正就我刚刚讲这几个把它 拼拼凑凑 答案就出来了 OK 那个大概 说明一下 有一些可能会以后还会用到 但是 看看有没有其他有什么 TRA抓内码 Core 是 把内码转 转成 转回转成那个内码是哪个位置 所以TRA跟Core刚好一对 这个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比如说你栏位名称ABCD 其实可以用TRA来产生 A刚好是ASCII Code里面65 你就TRA65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你就是65 输入A 66 B 那个内码的位置 那之前我们会搭配一个抓 哪一栏哪一列 那可是哪一栏哪一列你向下填满的时候一定要自动 去换 变换的时候 换栏 那你可以配合这个来处理 这个也许 如果没有用到的话你大概就是 大概先知道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用上 那我们这一题的底下这么多 所以我是建议你如果没有机会把它每一个每一个 去 看过的话我是建议你每一个每一个都花一点时间 但不一定说每一次 马上都会用到但是你至少run一遍吧 以后哪一天说对我看过 有一个函数可以帮我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从头到尾没几个 像最后一个value 不知道我没有用过 将文字字要转成数字 文字转数字 OK 蛮多的 那我们今天先来用那个哪一个 REPT 他跟你讲说 Test指的是你重复哪个字 number times是几次 OK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逻辑是 销售量如果100个 那就给一颗星 200个就给两颗星 以及类推 那也就是如果158那还是给一颗星 因为他没有 5.58这个东西 所以理论上我们要重复什么 重复信号 所以先给他 那重复几次呢是根据这个销售量 再除以100 他会是1.58 有没有 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个 所以 慢慢你要熟悉函数的使用方法 可能要慢慢习惯就是说 他可以让你旁边预览 所以如果你做错了 请你先看一下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 这个结果对还是不对 那如果不对你就马上改 一个颗星嘛 另外呢 那他前面的讯息也很重要 Tesl里面呢一定要是给前后双影套文字 那Times Times大半都是数字 几次的意思 所以你大概前面东西要看懂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因为1.58 那我们 可能一般是取整数啦 所以如果你要取整数不要点58的话 那有个简单的方法int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函数的前面加一个int 意思就是说呢 你可以无条件什么样 舍去 int实际上就是int 就是整数啦 意思就是说 你帮我只留下整数的部分就好了 小数点呢 就自动不要了 OK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会把你就出现1 那也会自动出现这颗星 但是接下来按确定之前你可能还要思考你待会会不会向下填满 如果会向下填满的话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呢 你的列号 要不要去做什么呢 锁起来的动作 那锁起来意思说 因为我待会会参照到这一个储存格 那如果他向下填满 1变2的话 那就位置不对 所以呢 记得就是前面加个钱就可以 那一般坊间的书籍是说要 按F4两个都锁啦 不过我是觉得 这个有点多余 为什么因为我又没有向右啊 那你干嘛前面C 多锁一个 有点是多事啦 OK因为很多地方 只能锁栏不能锁裂 有的地方刚好颠倒 可能目前你们也许没用到 那当然你你就不知道有这个方法可以做出来 锁栏跟锁裂不一样意思 OK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子的话信号就做出来了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呢 Labs这个顺便讲 比如说 抓前面几个字 那这边有一个练习题就是 吴 称谓先生 前面一个字 后面呢要根据他的性别 不过这边可能会用逻辑判断 你也许试试看 用一幅 我希望看到就吴先生 张小姐这样的称呼 那write这个比较简单 也许自己试试看 LEN的话当然顾名思义算长度的 所以你可以什么 用那个LEN 这边有 他你这边如果用LEN 跟B 其实算出来结果一样 因为数字跟英文不会影响 中文就会影响 所以也许你可以玩玩看 LEN跟LEN 不一样 如果是中文的话 他一个字 LEN B就变两个字了 OK算那个byte数 那不过我这一题我们先用那个LEN 那这个长度给他 当然算出来英文 在这个身份字号 这有错误 所以也许你在旁边可以用 逻辑啦 这个也许我们下一单元是逻辑 不过你可以先试错 对还是错 如果这个等于 10的话 那表示是对的 反之的话呢 就是错的 我们YES或NO 那你当然可以在旁边做一个注解 有两个错误 OK那性别的话这个可能 又需要延伸用MID 中间这个字 他不是LAPS也不是RIDE 他是MID 中间的 中间几个字 一个字 但是抓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你要再判断 E的话是男 反之就是女 所以多做一个逻辑 可是请注意一下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MID 函数是文字函数 而且这个也是文字 所以抓过来的这个E 特别注意 他一定是文字的E 他跟 这个数字的E 在ESAL里面呢 他是不相等的 所以你判断的时候 因为这也是最常遇到的 错误 比对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 比对就不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比错了 逻辑 就会结果错误 另外像LAPS也是一样 之前同学最常遇到 他看到的 对呀 可是一比结果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比的是文字 那他来源的那个是数字 两个就不match 所以会有错误 那怎么办 可以把这个什么 要不就把这个转成什么 转成数字 再来比 那刚不是有看到有一个函数吗 有没有可以把文字资料 转成数字资料 你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比 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我们待会再把这边 稍微看一下 那如果论完之后有概念 那请各位 再试着做 后面的练习题 那练习的逻辑很简单 只是说你要如何把 REPD加LEN 用在刚刚 那个 那个练习里面 那当然 除了用 这个 REPD加LEN之外 那有没有 更简单的方法 那我们主要是 找出那个最快 解决的方案 然后呢 彻底的 对于每一个函数 都有一定的认识 你不要说是懂非懂 而且即便里面有功能 你还不会用 那 就会 尽量是用理解的啦 这些其实都是蛮好理解的 都是一些基本规则 所以你如果这些基本规则都懂的话 那以后的话 我想你对于 资料来说 处理资料就是一个很 轻松切意的事情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提到的 那个 第1个 所以请各位 开启 第1个资料夹里面的第1个练习题 那往后我们就是按照练习题 按部就班一个一个 如果有时间你 可以把 我 还没讲到的题目打开来 那里面的那个逻辑都很简单 就是解决 把一些可能 常常遇到的题目 把它拿出来 那我们用一些方法 把它解决出 解决 然后把它得到答案 那么